Right,常常去世一天,understand? 说了几次,不听了咋地 刚刚你说去北京,你们就住着亲戚家就行了嘛 是非要自己租房子,钱多烧的不行 哎呀,我跟他不熟 都是亲戚们的大瓜骨头的,还连着鸡的门的 你要是出了点啥事,你身边两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妈妈心里面不担心,不担受 你们现在这年轻人就是白色小,一天到晚还自闭了 妈,不用麻烦别人了 这话说的,亲戚就是用来麻烦的嘛 你看,你欠一点我人情,我欠一点你人情 亲戚就建立起来了 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诶? 诶,Fry,下个月过来,直接看房 不听话 朝阳区地铁四号线警线女生合租 OK 阿游, watch you 天使名 出 天使,看她的眼睛 Hello 谁啊? 你是在住房的是吧? 呃,yeah 请进吧,快请进,快请进 Thank you 随便看吧,图片我都发来往上了 请问 这个就是320度落地 床吗? 对啊,这不是床吗? 这是地 差不多嘛 哈哈哈 欧式豪华顶庄 你看一个磁砖 多欧式 小区环境 新 有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挺新的呀 OK,anyway,我就实话实说了 你的房间很全 和图片完全不符 做人到底有没有一些诚信 诚信? 哇,哇,哇,哇 Sally,还没有礼貌,你知道吗? 算了,我也不给你继讲了 呃,你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那这样,就如果我免为起来 让你翻过来跟我一起住的话 你能帮我做饭吗,晚上? 呵呵呵,no problem 我觉得你的态度还是挺好的 如果你一晚上能帮我把洗澡水放好 我给你少二十块的房租 哇哦 Vacky,请问还有别的隐形要求吗? 嗯,算了,就你吧 你还是挺可怜的,一个外地女孩 但是呢,我有一个想要求 什么要求啊?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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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要你 你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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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如果再让我见到你 没老的 可能是其他的不利 欢迎光临,这是公司 哈喽 你是市买方二的住房 我们现在有一套特别划算的公寓 80平只要2800万 您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租 那您的预算是多少啊? 听说,姐这个房子我喜欢 哪怕它一个亿 我也可以租 您别租了 您有一个亿 您买刚刚那个房子2800万 您还能剩7000多万 我是租 您是个啥? 姐,您到底多少预算呀? 1000 薄啊,念出去 我刚才你态度很不错的分上 我给你谈一些 3000 3000啊 你等一下 3000有没有房 I need water, thank you 刚好这儿有一套呢 才出来的 是不是出不出现那一套 就是你的 行了 姐,您真是特别幸运 我们这刚刚有套特贼牛的一个房源 我带你去看看不 Let's go 姐,您看看咱们的环境 刚刚才走了个租客 马上就要下定金 我都把那个房子给你留着呢 橙色的房子 多么的星星和火力 高架桥挺近的是不是 嘿,走路还走40分钟 您看看您这个身体 多健身健身 为了您好姐 你看这财重的三颗五桶苗 再过不超过十年 嘿,您就能在树下喝咖啡了 是不是小资生活 再说你看在这个墙 白墙黑吧 您闻闻 还有个大自然的芬芳 你怕不怕死 您啥意思了您 我什么意思 看看我这眼睛 刚进来已经被熏得红红的 像兔子一样 您是个兔子 我是个二椅子 全都是假全的房子 你们也敢出租 真是没有一点廉恥之心 姐,您这人识货 嘿,我手上还有更好的一个房子 专门给您留着的 您要不要跟我再去看一看 好 那走吧 喂 在租了是吗 您给我留留 马上带上去看 十分钟就到 不能留是吧 我要租我要租 好嘞好嘞 姐,这个房子有人在租了 您要不您先把这个订金先给我 把这个房子给您赞助 我拿命担保 行不行 是个贼牛的房子 您给我交两个块订金 这个房子就您的了 两千吗 这么多 两千对您看 您这包的装扮应该 那行,您转账吧 好,来来 行 行,我们走吧 喂 钥匙不在啊 我这个客户已经交到订金了 您把钥匙给我明天就入住 好,好,拜拜 您嘞 喂,您好客户 我们这里有个特别好的一个别墅 80平坪 OK, I know, so thank you 我是昨天那个富婆 您稍微等一等这个房东啊 出差了,钥匙不在咱这儿 等我通知 最迟明天我拿命担保 给你12个小时 如果不带我看房的话 我拆你们公司 Relax 对不起,您所不打的号码是空号 多想你用种种欢笑 让我知道北京下雨了 来啦,来啦,来啦 我是三凤介绍过来的 三凤都跟阿姨讲了呀 三凤是个好孩子的呀 她的朋友一定错不了的呀 阿姨把房子租给你呀 放心的呀 阿姨带你看看 我是...谢谢阿姨 阿姨我看你特别亲切 像我的妈妈 哎呦,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 谢谢阿姨 租房子很辛苦的吧 坏人很多是吧 哎呦,我不哭了 看小脸不哭了 哎,快看看自己的房间 温馨吧 哎呦,我想起了我的家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的呀 房子看好了吧 哎,还满意的吧 但是阿姨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要求 俗话说得好呀 咱们先小人后精神 非常欣赏你的办事风格 啊,一个睡眠质量 不好 九点钟不好 不许发出声音 看到这个地板了吧 实木的 不允许 踩着高跟鞋 或者拿什么尖锐物体滑它 外面的地板天天要擦的呀 洗澡 不允许超过十分钟 洗脸不允许超过两分钟 这不是说水费的问题 是因为地球妈妈太老了 不允许你们这么浪费的年轻人 不允许点外卖 不要让那些陌生人知道 我的家在哪里住的哈 房间门不能上锁 如果要锁的话 钥匙给我一把 如果做不到滚出去 阿姨 阿姨之前要求不可可的玩 我还是再看看吧 拜 小姑娘不要走的吧 阿姨阿姨 我们可以一轻大大的来吗 不知悔改 Hello Fiona 喂 再见 你在本厅有认识的人吗 帮我找一套房子租 嗯 好 请你等我联系一下 1 2 3 关系已经打点好了 凯姐 你就住书房沙吧 给你配四个手空摸摸 够吗